哦,这个值多了,挑一针 一,二,三 挑一针 一,二,三 挑一针 就这四次针全部收完了啊 后面继续收针 然后收针的步驻还是按照一开始的一次 前面的四次一样 每一步按照每一步来啊 大家如果知道熟悉了 就会懂得这个规律 就是怎么收 每次收,就是 换线的时候都需要收针啊 不管是主线还是副线都要收针 挑一针 好,这一圈织完 然后再反过来 织反针啊 大家看一下 织反针再把它织一圈 还是用主线织 就像这个一圈织 但是 这一圈织完整的 这一圈织完整的 人员织完整的 然后再靠一圈 好,这一圈织完整的 然后再放入 一圈织完整的 一圈织完整的 这一圈织完整的 冰织完整的 我们开始 好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 反正把这一圈织完啊 然后后面收针 我就不跟大家就是 一起录制了啊 因为录制的话 视频会特别长 只要大家按照前面 我就是主要的收针的方法 一次 两次三次四次 就是教了四次收针的方法 大家后面就继续按照这个收针方法就行 到时候后跟的这个地方 后跟也是需要收针的啊 就是四 就是四个杠 主线的四个杠 就是这个一次一个杠 大家看一下 我一开始这个鞋头的地方已经说过了 这个是一个杠 两个杠 三个杠 四个杠 就后跟的这个地方 四个杠 收一次针 为什么要收针 因为这个地方有斜坡 就是你收完了之后 这个鞋型会更好看 然后穿鞋的时候也会比较跟脚一点 大家就按照我这个方法继续收针 到时候到后跟收针的地方 我再教大家 我们这边这个后跟 这边已经织了四个杠了啊 看一下 这是后跟的位置 这个是斜头的这个部分嘛 然后这边是后跟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四个制完了之后 我们现在教大家收一下这个后跟啊 怎么收 我这边就只演示一遍啊 总共是要收两次 不管是多大码的鞋 都是收两次 好 我们现在换浮线 是用浮线 用这个灰色的线来收啊 好 大家看一下 这边要收针了 收针了 两针 并掉 然后调两针出来 然后这一针 调下来 就是这个是正中间的两针 然后正中间的两针 边上收针 这针调下来 好 再织一针 这边就是一边两 一边两针灰色 再调一针 织三针 调一针 织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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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 就是要收针的时候 大家算一下 就是在哪个位置收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两边的针 是平均分的啊 我这边上 这个边上是12 就是24针 这边是25针 因为就是 我们一起针的时候 是起的97针嘛 然后这两边分的时候 当时中间的时候 是多了一针 所以 现在这个油边针上 会多一针 所以我们 看一下啊 这边是246 8 10 12 14 16 18 22 20 22 24 这边就是 2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5 然后就取这个 这边25针 这边24针 这边取一针 这边取两针下来 就是对这三针 进行收针啊 三针并为一针 你如果是支的 其他的码是的话 你自己算一下 取中间的三针 最中间的三针 然后来进行收针 所以说了 一开始的时候 说了这个分针的时候 就一定要分好了 平均分一下 好 这边是两针 这个总共是 一针 两针 三针 这个三针来收针啊 斜面的两针 先把它并掉 前两针 这个两针 先两针并一针 然后最后面的这一针 这一针我们先把它支过来 支过来之后 然后把它收一下 因为这一针 也是要并过来的 放到这个针上面 怎么并 直接把它这一针 套到这个上面来 然后把它这样 直接并掉 看一下这边就是收掉了一次针 三针并一针的并针方法 前面的两针是直接收掉 然后后面的这一针支过来 然后再把后面这一针套收过来 就是三针收掉了 这是收了第一次 收针就是这样收的 所以你说完之后 后面会出现 这个中间有三针 三针灰色线的这个情况 就是五针 一二三四五 好我们这边第一圈织完啊 看一下 这个收针就收好了啊 这边就是三针灰色的 一针两针三针 这边三针后面还有两针 一针两针就是五针灰色 所以这个地方会出现 如果用阻塞线来织的话 三针然后中间就会有一针 挑一针灰色的那个 然后织一针那个阻塞线 这边我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然后这边现在织反针了啊 还是用灰色线来织 这个收针的收法就是这样收的啊 第二圈就是第二次收针的时候 还是按照这个方法来收 就是也是格也是四个四个杠 然后再收一次 这边大家按照我这个方法来织啊 这边我跟大家说一下 你看我们这边是一二三四四个杠 收一次 下面继续织 再织四个杠 就是这个后跟的这个地方 你看 一二三 一二三四 收完之后 一二三四 然后最上面再收一次针 最上面这个地方还要再收一次 就是四个杠 收完了再织四个杠 然后继续来收 大家就按照我这个方法 把这个辐射线这个来织完啊 然后主线我再换 后面我再来换主线 然后再织一次 在那个收针的地方 有一个跟排花的方法不太一样的 到时候跟大家说一下 这边掉了一只 大家按照这个方法 先把这个反面织完 这边织浮线织完 然后换主线啊 这边再演示一遍 后面大家就自己织了啊 跟着前面交的 好 这边织一针 挑一针 其实这个收针的方法 在我们 织那个圈织拼 圈织平针的中帮绵鞋 和圈织中帮绵鞋里面 都有讲解啊 这个后跟的 但是我看有的朋友 可能没织过那一款 然后就 不太知道 这边就收针了啊 两针并一针 这是中心针 然后挑下来这一针 这后面 然后直接 套收过来 挑一针 挑一针 吃三针 挑一针 用心针 更像 又 刀 两针 三针 焖 六七 零 它的 零 一 零 零 零 好 大家看一下啊 这边三针织过来之后 挑一针 然后再织一针 看到了 这边是织一针了 然后后面这边就只剩下两针浮线了 就不要继续织 就是不要织了 就要挑一针 还是挑 然后后面就是三针 三针主线排一个花 因为这边你不是收掉了两针吗 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少掉两针的情况 好 我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中间的这个 最中间的位置 这边会是三针 挑一针织一针 然后再挑一针织三针 挑一针织三针 这个最中间的位置是收针的位置 当时收掉了两针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排花的时候 就只排到了一针 大家知道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不要感到刹牙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已经两边各收掉了一针 我这边就是主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地方啊 然后下面就大家按照我视频里面教的 把后面的继续织完 一直要知道什么时候啊 我们织的是23 24码的 六七岁的小孩穿的 然后这个地方一直要知道 从不包含这个鞋头的这个地方啊 这个鞋头的四个杠不算 从这个地方收针的这个地方往上算 23 24码的 看一下这个说明上 23 24码的主要是支9个杠 这个上面写了不包含鞋头的杠数 这9个杠是9个杠不包含鞋头的杠数 就是这个地方啊 看一下这个4个区点就要支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 这9个啊支到这 这边的这个长度 123456789 记得要一直收针啊 主线跟辅线都要收 支到9个之后 然后我们就开秋后就不需要再支这个鞋背的地方了 就要圈支鞋口了 大家就按照我这个方法支啊 其他的码数要支多少个杠 大家就关注我们家的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具体的针数表 大家可以看视频上也会有讲解的很清楚的 我们这边这个鞋头 鞋背的这个部分就已经支好了 我们看数一下 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数啊 不包含鞋头的这4个杠 是从这边数9个杠 123456789 这边就加上针上这个1 123456789 9个杠啊 然后现在支完了之后 支完了之后 嗯 就现在来开始支这个鞋口的部分啊 我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支的是其他的码数 一定要数清楚了 这个鞋背的杠数 是不包含这个鞋头的这个杠数的 而且这边支完了之后 一定要是要以辐射线收尾 就是最后一圈 就要用辐射线支 然后再换阻射线支的时候 是要支呃 鞋口的这个部分啊 好 我们现在换这个生辉色的线来支 就是鞋口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帧数 到时候你这边不是全支完了吗 剩下这个帧数 就是嗯 要要收针的啊 如果不收针的话 这个鞋口会显得特别大 不收针这个鞋口会特别大啊 支四针收一针 就是两针并一针的收法 一针 两针 三针 好 四针 四针支过来了之后 然后这个后面的这个两针并一针啊 一定要并收掉收掉几个帧数啊 要不然这个鞋口的这个地方就会太大的话 太大的话就不好看了 好 收掉了一针 再支四针 一 二 三 四 再四针 然后再收 再把这边的两针收掉 全部支平针啊 圈起来全部支平针 这个是两针并一针 两针一起支 再支四针 一 二 三 四 然后继续并一针 两针并一针 两针一起并掉 再收一针 一直都是针啊 一直收到最后 收到这个地方 收到这一根针上面 三针 好 再收两针 再并两 再并一针 意思是这样啊 四针 支四针 收一针 支四针 收一针 不管是什么码数 任何一个码数都是这样啊 你这边弄出来 收完了多少针 就是多少针 这个具体写口多少针 我那个针数表上是没有的啊 一二三四 然后再并两针 这个地方刚刚有点反针了 把它掉一下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再并针啊 并加一针 一 全是平针啊 这个斜口的地方全都是直平针 二 三 四 好 做完了之后再并 再收掉一针 如果你不收 这个斜口会很大啊 很大到时候上起来就不好看了 三 四 两针并一针 并掉 一 二 三 四 最后五针就全部织过来就好了 你要是最后剩下五针 四针 三针 两针 一针的 就直接全部织过来 要是六针嘛 你还可以再并掉一针 然后这个就全并完了 并完了之后 大家要是有剪到 就可以把多余的这个灰色剪掉 剪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我们继续 这还是全 收完了之后 后面就不用管了啊 就所有的帧数全部织起来 全部织平针 总共要织十二圈 这个斜口的部分啊 要织十二圈 其他的码数织多少圈 大家到时候关注我们家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去看那个上面有帧数表 后面的这个斜口部分就简单了啊 全部圈起来 直平针就好了 好 OK 好 就是这样啊,全部圈起来织平针 下面我就不跟大家一起织下去了啊 大家织完了之后,最后数一下这个地方就行了 就是一个这个辫子,就是一圈平针 就这个,织12圈 我们这个斜口这个12圈已经织完了 我们数一下 1234 5,6,7,8,9,10,11 包括针上的这个啊,12圈 我们现在收针 两针 好,先织两针过来 然后把后面这一针直接套收上来 就这样啊 都是这样子的 织两针,然后后面这一针 直接套上来,就这样收掉 平针的收针法,很简单 好,我们再收这一针针上 就这样说啊 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把这个 剩下的针数收完 这边已经收完了,收到了最后一针 然后我们这边在这个连接的地方 把它再织一针过来 然后再收掉 要不然这边会有一个大口子 收掉之后 然后把这个线直接从这个里面穿过来 拉一下 好,这边拉好 拉紧啊,直接拉紧 这个就是已经织好了 斜口的这个地方已经织好了啊 这是这边一只 两只 这个织好了 这一只 这个线头怎么长 如果家里有钩针的 我们这个钩针是需要自己买的啊 这个织针也不是在材料包里面的 这个我一开始说的这个 三燕的11号织针也是需要去店铺买的嘛 材料包里面没有织针的 也没有钩针 钩针也都是需要自己买的 然后怎么长线头 长线头就是大家看一下 把这个弄到反面 这些多余出来的线头 直接拿钩针 如果家里没有钩针 就直接拿织的针也可以的啊 把它一针针的挑出来 用钩针可能更方便一点 然后直接拉出来 拉到反面就可以了啊 就这样从这个里面 这就是长线头的方法 我们之前的时候没有教过 所以有的客户第一次织的 或者是没有织过的 就是他们会问这个线头怎么办 就这样啊 把它全部长起来 多余的多余的这些拿剪刀 把它剪掉就好 这个斜口的这个地方 也是一样的啊 把它长到反面 长一点点就行了 不需要长特别多 然后多出来的 把它剪掉 我们这个鞋就是这样 这只鞋就是这样完成了啊 然后这个就是一双的 就这样 如果大家想要购买材料包的话 可以去淘宝搜索 乔首女工编制坊 如果想观看视频和真书表 就关注我们家的微信公众号 乔首女工 上鞋的视频也在公众号里面有的啊 好我们视频就录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